八十九那年 然后也是通过别人介绍 认识我们这个小孩的爸 他家是那么蠢的 对 就是出了两个月就结婚了 出了两个月结婚了 这时间也是太短 那个我弟弟当时没结婚 然后我妈说 你就是带孩子老在家不行 哎呀 这有时候就像 快点结婚得了 别再加了 我真想行啊 想出弟弟没结婚 家里还有地方还小 就这么结婚了 然后呢我这个人吧 就经历了第一个婚姻 这失败的婚姻 就行了把第二个月儿 长久一点 然后寻思真看着点 也是出于这个 说家庭过好日子的时候看着点 然后我妈那时候就 有的时候就好看着 经历过第一段失败的婚姻 张大姐想要守护住第二段婚姻 想要看着丈夫 可是没想到这个行为 在丈夫眼里变成了束缚 丈夫开始成天成宿地聊微信 那两年刚刚有他真能收集 一种就玩微信什么的 那个第二个丈夫玩微信啥的 因为玩微信 在一屋有的时候玩麻将 有一天我说怎么能 你这屋里这灯你闭着 半夜有时怎么哪来亮呢 他没窝里偷着我 拿出去玩聊聊天 给我气的都不行 那他跟男人聊 不至于怕 妈被窝里聊啊 一管就不留意 然后最可气的 我实在忍受不了的 就是他有的时候家暴 你知道吧 打人的 打人的受不了 严重吗 嗯 严重 挺严重的 不然那我俩打仗 就进派出所后悔 真的不行 我有的时候都感觉 真的也就 受不了才能 才能抱派出所 以前要是情来情绪 对我两下子 我能抱派出所吗 大概抱派出所 大概抱派出所 那都是打得都非常严重了 那相当严重了 他打我最严重的那一次 就是他说 你不关我要钱吗 他说你不关我要钱吗 我要你上 我要你上黄金路 你去九旋去 我呢 给我 我俩 给我打仗 我俩结婚的镜子什么 就是那照片 给钱上好 给你踹碎的 我的心 那都碎了 经历了一次次的家暴 和丈夫的玩世不公 张大姐又一次选择了离婚 面对两次婚姻的她 可以说是对男人彻底失望了 但自己还那么年轻 随着孩子的长大 张大姐还是想再找个伴 现在你对于找对象 找另一半的就是要求是啥 我都说不懂了 要求 没啥 太多要求 如果上班的话 工资的话 也得在五千 三千五千左右吧 如果要是打工的话 身体好 能打工赚钱的一万左右 就是这种 至于起码的时候 不能喝酒 喝大酒 磨磨磨叽叽的这种的 然后加暴行为的 不行 多少钱应该我一分钟担不了 他们都是被婚姻伤害过的人 他们都是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后半生 于是红娘决定 让蔡大哥和张大姐见一面 接下来是蔡严谋 蔡大哥 你好 张大姐 这个是今天把她的闺蜜带来了 咱们一起吃个饭 咱们一起 行 回来吧 经历过两次伤害的张大姐 面对感情更加的慎重了 面对此次相亲 张大姐特意找来了自己的闺蜜 帮着一起把把关 可是没想到啊 刚一进屋还没等坐下呢 又进来了一位 这是我老爸 电视台节目组的 这是咱们父亲 我老爸 父亲也来了今天 我先瞧一瞧看 瞧一瞧看一看 哥 这不是张大姐的父亲 没想到也贵了 今天现在给女儿一起 爸爸观赛的 这屋太小了 我挺惊讶的 这就普通见面 整这个啥用 面对如此的相亲阵仗 让蔡大哥有些惊讶 甚至有点理解不了 但也能感觉出张大姐 确实对这次相亲很认真 那接下来两个人的聊天 能否放松下来呢 毕业就分到水利局了 我说去年还是转到农业局的 这个月开能开多少钱 五千五 我现在就是在游串店 穿串什么的 到这儿是 走着量七点去几点去 五点去呢你就早点回来 七点去你就稍微晚一点回来 基本上我说七点 一个月两千多还是三千了 我那是中点工 中点工啊 条件我听着挺好的 条件挺好的 然后有工作单位 年龄虽然是说比我大一点 还想看看他的人是什么样的吧 我有两次婚姻 二十七离婚了 然后的话 在二十九的时候 通过别人介绍 就认识第二个对象 因为第一个的婚姻吧 就是就对男人多少 有点不放心了 不放心 就有的时候好查的收集 那这儿干第二个婚姻的时候 他就好拿 就那只刚有正能手机 他就好聊天 就聊天 看着 看着聊天打仗 然后有的时候他不爱玩嘛 爱玩麻将 爱用玩麻将就干仗 出去打麻将 怎么打那么打的 现在靠谱的人少 大哥说的可几度 靠谱的人太少了 也不是我要求高 我要求一点都不高 其实 现在男的靠谱的时候 女的也分晃 可能哪里都变 对 就变直 变直 对于我们的黄金